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火拍焦点节目 苹果公司即将在9月9日举行一场备受期待的秋季活动 届时将推出新款iPhone系列 这次活动的标语是Exclose Time 让人忍不住想知道这背后的含义究竟是什么 分析师预测,这款新设备将迎来强劲的升级热潮 尤其是迁入的人工智慧、AI功能将成为其最大的亮点 在今年6月的全球开发者大会上 苹果展示了其全新的AI策略 这次发布会将是进一步揭示其如何将AI整合到iPhone中的关键时刻 新款iPhone可能是首款完全已生成是AI为核心的设备 这也将是苹果试图扭转全球销售放缓的一个重要步骤 特别是在中国市场面临的挑战下 这次活动不仅展示了苹果在技术上的创新 还可能改变iPhone的发展方向 想知道更多关于新款iPhone的详细内容吗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苹果公司即将在9月9日举行的秋季活动上推出新款iPhone 这一消息在科技界引起了极大关注 The Globe and Mail报道 这次活动将在加利福尼亚州库比蒂诺的苹果园区举行 业界分析师普遍认为这将是一次强劲的升级周期 尤其是人工智慧 AI功能将成为新设备的亮点 今年6月的年度开发者大会上 苹果展示了其期待已久的AI策略 将新的苹果智慧 Apple Intelligence技术整合到其应用套件中 这次发布会将进一步展示苹果如何在下一代设备中 落实这些AI技术 预计将包括对Siri的改进 以及与OpenAI的合作 将聊天机器人ChatGPT引入其设备 CNN报道称 此次活动的标语为It's Glow Time 将于太平洋时间上午10点在史蒂夫·乔布斯剧院举行 并将在线直播 虽然标语Glow Time的具体函意上不清楚 但迁入是人工智慧预计 将成为最新iPhone的一个关键特点 早在6月的开发者大会上 苹果就展示了一系列针对iPhone的生成式AI功能 包括个性化的Genmoji 苹果的AI生成表情符号 和更加智能的Siri 这些工具可以回答有关你的日程安排 电子邮件内容 以及你亲人的航班到达时间等问题 此次发布会上 苹果还将宣布与ChatGPT创造者OpenAI的合作 多年来 人工智慧已经被整合到一些iPhone功能中 例如实时纹本核改进的自动更正功能 但增强的生成式AI 可以在这些功能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升互动性和个性化 可能使新iPhone成为首款专门 为这些功能设计的设备 苹果面临的挑战 不仅仅是技术上的 The Globe and Mail指出 苹果希望通过新产品来扭转全球销售的放缓 特别是在中国市场 由于经济条件的不确定性和日益激烈的竞争 苹果在中国的iPhone销量已经下滑 这次的新品发布或许能够为苹果在这一重药市场上带来新的生机 苹果公司在这次活动上的表现将对其未来的市场定位产生重大影响 分析师们期望新iPhone的AI功能能够吸引更多消费者 尤其是那些对科技前言感兴趣的用户 这些人工智慧功能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升级 更是对用户生活方式的深度改变 Imagine一个能够比现在更加智能 更加个性化的Siri 能够提前预测你的需求 甚至帮助你做出更好的决策 CNN的Samantha Kelly在报道中提到 苹果的这一举措可能会改变iPhone的发展轨迹 这不仅仅是一部手机的升级 更是一次对未来科技方向的探索 对于苹果来说 这次的新品发布可能会是其重新定义 智能手机市场的关键一步 苹果公司的这次秋季活动 无疑将成为科技界的焦点 从人工智慧的应用到与OpenAI的合作 苹果正在展示其对未来科技的愿景 这些新技术的引入将如何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 这是值得期待和探索的 9月9日我们将拭目以待 看看苹果将如何再次引领科技潮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苹果公司Apple Inc.宣布将于9月9日 在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库比蒂诺的总部 举行年度秋季活动 并预计在此次活动中推出最新的iPhone系列 这一消息引发了广泛关注和期待 特别是因为新款iPhone将可能搭载先进的人工智慧 AI功能 在今年6月的年度开发者大会 WWDC上 苹果首次揭示了其新的AI策略 展示了苹果智慧 Apple Intelligence技术 这些技术将会与苹果的应用套件紧密整合 包括数字助理 Siri以及与OpenAI合作 引入的ChatGPT功能 这些AI功能被预期将成为新款iPhone的核心卖点 提升用户体验并推动更个性化和智能化的服务 CNN报道表示 苹果在9月9日的活动标语为 It's Go Time 尽管具体含义上不明确 但可以肯定的是 嵌入式人工智慧将是此次发布会的重点 新一代的iPhone 或称为iPhone16 将可能是首款专门以生成式AI功能为设计核心的设备 这些功能包括个性化的AI生成表情符号 Genmoji 更加智能的Siri等 这些技术可以回答用户 有关日程安排 电子邮件内容等具体问题 苹果公司与OpenAI的合作 也在此次活动中受到了广泛关注 特别是OpenAI的ChatGPT功能 将进一步提升iPhone的智能化水平 多年来 苹果一直在逐步将AI技术整合到iPhone的功能中 例如实时文本识别 改进的自动更正等 而新款iPhone所搭载的增强生成式AI功能 将在这些基础上 进一步提升互动性和个性化 使其成为市场上独具特色的设备 这次发布会对于苹果来说至关重要 首先 在全球市场销售放缓的背景下 苹果希望通过新产品来提振销售 特别是在中国市场 中国是苹果的一个重要市场 但由于经济条件的不确定性 以及日益激烈的竞争 苹果在中国的iPhone销量有所下滑 通过推出富有创新性的产品 苹果试图扭转这一趋势 重新赢得消费者的青睐 其次 这次发布会将展示苹果如何将AI技术深度 整合到其下一代设备中 AI技术不仅能提升设备的性能 还能为用户提供更加智能和个性化的体验 这些技术将帮助苹果 在竞争激烈的智能手机市场中保持领先地位 总结来说 苹果即将于9月9日举行的秋季活动 备手期待 特别是因为 新款iPhone将可能搭载先进的AI功能 这次发布会对于苹果来说至关重要 不仅能提升产品竞争力 还能帮助其在全球市场 特别是中国市场 重新获得增长动力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你们知道吗 苹果的AI功能即将改变我们的生活 仿佛要让Siri成为我们的私人助理 新款iPhone16真的是科技界的一大突破 这不仅仅是手机 简直就是一个掌中的智慧大脑 我们可以期待更智能的Siri 更多个性化的体验 以及那个能够读懂你表情的Jemoji 这不只是酷 简直就是未来来到了今天 哇 楚天书 真是好一个美丽的新世界 但你不要忘了 苹果每一年都说会有革命性的变化 但我们最后得到的多半是稍微更快的iPhone 什么Jemoji 读懂表情 难道真的有那么神奇 这年头 手机能够读懂我的心情 竟然比我妈还厉害 而且 这些AI功能会不会又把我的隐私 卖个干干净净 我们要的可不是一个监视我们的机器 谢奇奇 你这种怀疑态度就像古代人对待机器一样 那时候人们也说机器会偷走我们的工作 结果今天没有机器我们能活吗 苹果的AI技术不仅仅是在读懂你 它是在帮助你 试想一下 当天气变冷 Siri会提醒你多穿衣服 当你一天忙得团团转 它会自动帮你调整日程 再者说 苹果可是以保护用户隐私著称的公司 你的数据安全可比你想象的要强大 楚天书 你这么说我只能想到一个词 天真 想想看 科技公司说保护你隐私 就像狐狸说它会看守好机舍 苹果的隐私政策真有那么牢靠 再看看Facebook 曾说过不会滥用数据 结果呢 还不是一场长丑闻 至于Siri提醒我多穿衣服 这听起来像是我妈在手机里复活了 这其实是挺吓人的 还有 你说的那些功能 看起来再多花点钱让手机变成保姆 实在是有点贵的不值吧 谢琪琪 你这种论调实在是过于悲观 就像爱迪生发明电灯时 有人说这灯泡光太亮会把眼睛闪瞎 每一次进步都伴随着怀疑 但我们从未停止前行 苹果的AI功能不仅增强了iPhone的价值 还提升了使用者的生活质量 再说科技的进步总是有成本的 手机既是工具 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难道我们不应该投资在能改善生活品质的事情上吗 哦 楚天书 你这比喻真是经典 但有点过时 现在我们的问题不是光太亮 而是光太多了 我们的生活已经被各种屏幕霸占 现在还要让AI进一步掌控我们的生活 这简直是给自己上了数码枷锁 科技进步是好事 但我们不能盲目崇拜 所谓的改善生活质量 难道就意味着变成一个被AI指挥的机器人吗 我看还是适度用科技 保留点人性更加重要吧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听六度世界的最新节目 我是你们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要聊聊苹果公司那振奋人心的秋季发布会 预计会在9月9日举行 它们会带来什么惊喜呢? 根据各大媒体的报道 新款iPhone肯定会是焦点 但这次的亮点不仅仅是硬件升级 还有强烈的人工智慧、AI、元素 首先,根据The Globe and Mail的报道 苹果在这次发布会上将推出一个全面的AI策略 这可不是什么小打小闹的尝试 而是将AI深度迁入到它们的应用套件中 从Siri的智能化进阶到OpenAI的ChatGPT的登场 这次发布会很可能会让我们见识到一个全新的苹果智慧 Apple Intelligence 这对于苹果来说无疑是一场赌注 它们希望通过这些新技术来扭转全球销售的放缓 特别是在中国市场 接下来,让我们转到CNN的报道 这次发布会的标语是It is glow time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神秘 具体这个glow time指的是什么还不清楚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AI将成为新iPhone的核心特点 早在6月的年度开发者大会上 苹果就已经向我们展示了生成式AI功能 从个性化的Genmoji到更智能的Siri 这些都是苹果智慧驱动的新工具 iPhone 16很可能是首款完全以AI为设计核心的设备 这意味着它将具备更强的互动性和个性化 这次发布会还将揭示苹果与OpenAI的合作计划 OpenAI可是Chat GPT的创造者 他们的技术无疑会为新iPhone注入更多的AI功能 但这次合作也有其挑战 毕竟OpenAI正面临自身的审查和挑战 多年来,苹果一直在其设备中整合AI功能 比如实时文本核改进的自动更正 但这次生成式AI将在这些基础上进一步提升 可能让新iPhone成为首款专门为这些功能设计的设备 总而言之,这次苹果的秋季发布会无疑会成为科技界的焦点 不仅仅是因为新款iPhone的硬件升级 更是因为它们在AI领域的巨大进步 这次发布会可能会改变苹果iPhone的发展轨迹 特别是在面临经济条件不确定性和激烈竞争的中国市场 苹果需要这样一个大动作来重新获得消费者的青睐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大家对于苹果的这次发布会有什么期待吗? 欢迎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上分享你的看法 我是六博士,我们下期再见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 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 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六度WorldP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